洪水橋洪雅路地盤星期二發生4級火警 超過30小時仍未救息 星期三晚上大概7點 地盤突然冒出大量濃煙 半小時後再次冒出火光 消防隊在外圍射水灌救 消防署助理署長李冠友說 截至星期三下午5點 消防吊派167格消防車 12格救護車 581位消防和救護員 動用8條滅火喉和6隊煙霧隊灌救 也會用無人機高空監測和滅火機下人協助灌救 另外也找到20支豐煤瓶 相信情況穩定沒有爆炸的風險 由於火場面積非常大 他估計滅火的工作仍需要一段時間 起火的原因仍在調查中 layer根本特尚 另外一層 藍火進入火 後開始 反應火 開發發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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發